大家好,歡迎收看外交短評 俄烏舉行和談後,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到了中國 3月30日,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 同來話出席第三次阿富汗鄰國外長會的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 在安徽的團溪舉行會談 俄方向中方通報了俄烏會談的最新進展 和毅說,中俄關係經受國際風雲變幻新的考驗 保持正確前進方向,展現堅韌發展勢頭 雙方發展雙邊關係的意願更堅定 推進各領域合作的信心更牢固 中方願意與俄方一起,以兩國元首重要共識為引領 推動新時代中俄關係不斷向更高水準邁進 而拉夫羅夫說,在國際形勢發展的關鍵時刻 俄中兩國元首保持戰略溝通 為推進俄中關係穩步發展 和促進全球多極化發揮重要作用 何方願意與中方一起 將兩國元首重要共識落實處 持續加強高水準戰略協助 深化雙方各領域互利合作 同時在國際和多邊舞台上 積極推進多極化進程 反對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 維護聯合國憲章終止原則 拉夫羅夫通報了俄烏談判的情況 指俄方致力於緊張局勢降溫 將繼續與烏方進行和談 並與國際社會保持溝通 黃麗說國際局勢進入動盪變革期 見證著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 中方一貫都支持世界走向多極化 國際關係實現民主化 一貫主張維護聯合國憲章終止和國際關係基本準則 一貫都是在國際事務中秉持客觀公正 始終都是站在歷史正確的一邊 烏克蘭問題有著複雜歷史經緯和來龍去脈 既是歐洲安全矛盾長期累積的爆發 亦是冷戰思維和集團對抗造成的結果 當時形勢下中方支持俄烏雙方克服困難繼續和談 支持至今談判達成的積極成果 支持現地局勢盡快實現降溫 支持俄羅斯 以及各方為防止大規模人道危機所作的努力 從長遠看應該吸取烏克蘭危機的教訓 本住相互尊重和安全不可分割原則 回應各方的合理安全關切 通過對話談判 構建起均衡有效可持續的歐洲安全架構 實現歐洲的長治久安 雙方還就亞太局勢朝鮮半島 禁轉機制、上海合作組織、亞信等多邊事務交換了意見 協調立場 西方媒體一直都是借俄烏關係說事 捉住中國之前曾經說過中俄合作無上限這句說話來做文章 在外加暴力行記者會上 英國路透社記者就問到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說 俄羅斯和中國同意在應對國際挑戰方面擴大合作 中俄兩國領導人曾經說過 兩國合作無上限 中俄將會在哪些領域擴大合作呢? 是否包括軍事合作呢? 發言人汪文斌就說 中俄合作無上限 中方爭取和平無上限 維護安全無上限 反對霸權無上限 作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 中俄始終堅持在不結盟、不對抗、不針對第三國原則基礎上發展雙邊關係 雙方將會繼續踐行真正的多邊主義 自力於推動世界多極化和國際關係民主化 汪文斌顯然是針對美國不講和平、不支持俄烏和談 同時也是針對美國本身搞北約這個軍事同盟 又到處散發中俄軍事合作的假消息 另外根據美國《華爾街日報》3月29日報道 作為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中最有影響力的成員國 沙特和阿聯酋斷然拒絕了將俄羅斯 逐出這個更大石油生產聯盟OPEC加的呼籲 並且說這個組織有在武裝衝突情況之下合作的悠久歷史 OPEC加的成員除了14個OPEC成員之外 還包括了以俄羅斯為首的10個非OPEC成員 阿聯酋能源部長馬茲魯伊在杜拜說 美國和他的夥伴要求將OPEC和俄羅斯的關係政治化 但我們不會這樣做的 馬茲魯伊說美國沒有聯繫 但他就聽到OPEC的同事和美國公開聲明 OPEC和俄羅斯聯盟在美國受到了譴責 單單由沙特、阿聯酋、伊朗等組成的OPEC 就佔了全球石油供應量的40%左右 但他們根本不想排斥俄羅斯 沙特能源部長薩爾曼同樣在杜拜一場會議中說 在OPEC加這件事件上 我們每個人都將政治關在門外 我們切法將我們的政治分歧和所有人的共同利益區分出來 2020年4月為了刺激能源市場復甦 OPEC加達成了歷史性減產計劃 但這個步調在放緩 2021年7月OPEC加決定以月為單位緩慢增產 儘管消費大國持續加壓力要求加大供應以冷卻價格 但這個能源聯盟堅持自己的節奏 31日OPEC和俄羅斯和其他產油國將會舉行會議 預計批准再將產量提高到每日40萬桶 石油投資者就普遍認為這個增產速度 並不足以壓制油價上漲 亞聯油能源部長馬遲魯伊說 將俄羅斯踢出聯盟將會導致油價上漲 他和其他OPEC領導人說 增加石油產量將會導致投資者擔心 石油組織的限制產能減少 消費者要求我們穩定油價 我們又如何將合作夥伴踢出去呢? 在62年的歷史當中 即使是伊朗、伊拉克等成員 處於激烈的衝突中 OPEC基本上都沒有驅逐他們 馬遲魯伊說 OPEC現在也是這樣 雅門胡塞武裝聲稱對沙特石油設施 近期所受到的襲擊負責 美國和沙特都說 他背後有伊朗的影子 但伊朗就否認相關的指控 即使是這樣 和伊朗在OPEC的合作都沒有受到影響 前一天同樣身為OPEC前主席的馬遲魯伊 還在大西洋理事會 連導全球能源論壇上說 俄羅斯將永遠是這個組織的一員 我們需要尊重他們 另一方面 俄烏戰爭加上美國制裁 令到歐洲的油價大升 而法國仔5月將會舉行大選 法國總統馬克龍在東部城市視察期間 被奮奮不平的民眾追問能源價格等問題 一個男子質問馬克龍 汽油價格在48小時內 漲了30歐先 你解釋一下 如果一箱油要花140歐元 我的生活怎麼過呢? 他還叫馬克龍不要想 當然應該撤身處地 考慮一下法國普通家庭目前的處境 他不斷地勞噴馬克龍 說商品價格、汽油價格 升到讓人恐慌 他說我以前的收入也算體面 還能夠度過價存下錢 現在我變成一個低收入的工人 馬克龍回應說 政府對於汽油價格沒有神奇的辦法 因為我們不生產汽油 我們怎麼辦呢? 少加些油 馬克龍還聲稱 如果不是法國政府出台措施 大家的電費就不是簡單增長 而是翻倍 全世界的物價都在上漲 同時還有戰爭爆發 這些都會令事情變得複雜 馬克龍這番答案顯然未能說服這位男子 因為比起他們總統近日最上心的俄烏衝突 法國民眾更關心的還是自己的生活 那位男子諷刺地說 你在這裡跟我說俄烏衝突 但如果明天普京斷了我們的天然氣 我們怎麼辦呢? 我家裡的溫度調低兩度? 我已經這樣做了 不需要別人提醒我 網民看完這段對話之後 十分不滿馬克龍 一位法國網民就說 無恥和荒謬的回答 全部都是謊言 長期從俄羅斯購買汽油 遠比從美國購買昂貴的熱癌氣 就要化算得多 上星期法國燃料價格平均每日上漲14歐先 創下歷史新高 與此同時 根據法國國家統計與經濟研究所的資料 今年2月法國的通脹率同比增長是3.6% 兩個星期前 法國政府就斥資20億歐元補貼油價的打算 再次引發了爭議 法國總理卡斯泰說 4月1日開始 法國將會推出每星燃油0.15歐元的折扣 以幫助民眾應對近期飆升的油價為期四個月 法國大選首輪投票在4月10日舉行 法國極右翼國民聯盟主席勒龐在社交媒體上發文說 政府敢做是收買選民 勒龐說 法國人幾個月以來一直都被價格困擾 但是政府就取笑我們 但是大選前10天就將價格降低了0.15歐元 現在是誰能夠取代俄羅斯呢? 我想不出有哪一個國家 能夠在一年、兩年、三年、四年、十至十年之內 能夠給出一千萬桶 這是不現實的 法國跟著美國的後美酒 只能要國民承受比天高的油價和氣價 今天的分享是這麼多